會在這一次做這樣的一個 臨時的一個更改 確實是非常專業的一個判斷 對 那這場比賽冠軍戰呢 目前來到了四局的下半 古巴隊目前1比3 兩分的落後打擊輪到 這是古巴隊的全隊最可怕的打者了 已經打了有六發拳壘打 大會的拳壘打王古迪耶斯 這個球揮棒落空 那墨西哥隊的卡德隆呢 今天在季軍戰呢 也敲了第五號的拳壘打 那他目前累積是五發拳壘打 二十分打點 場上打擊的古迪耶斯 是六發拳壘打 目前十八分打點 這個球打成一個游擊方向 讓他打這樣就對了 游擊手接到最後趕快踩一壘 刺殺了強打棒古迪耶斯 今天古迪耶斯一次一個左外野的飛球 一次是游擊 換句話講都讓他打反方向就對了 對 那你壓在外角的地方 他勢必要做這個反向的攻擊 要拉起來也不容易 不過讓他打到游擊不錯 游擊今天在手臂方面 機動性很強 接下來輪到第四棒的艾維斯 前一次的打擊是被曾維恩給三陣 目前用球數曾維恩來到了四十五球 距離八十五球的上限 也還有四十球的空間 今天他不強球三陣 用球數跟第一戰 當時預賽面對古巴隊一樣 是控制的蠻不錯 球數這時候是連續兩個壞球 到目前為止呢 曾維恩僅僅只被下一棒的瓦加斯打了一個全A打 也是古巴唯一的一支安打 這球打成了一個飛球在內的上空 在那一手穩穩的接 雙手接球 標準動作王毅正 現在形成了兩人出局 頭補之間的配球配得不錯 快慢之間的球數多變 所以古巴的小朋友要掌握到擊球點也比較不容易 沒錯 當他掌握不到 那對小朋友而言 會比較急躁 那急躁對中華隊來講就有利了 現在輪到瓦加斯 瓦加斯前一輪 講一講這個棒球如人生的 這也蠻奧妙的 原本還想說來個四壞球就好 後來 判定是一好三壞 下一個球碰一次 就來打了一個最平分數的全A打 所以棒球比賽 經常會有一些意外的產生 走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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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就很會跟裁判弄 我同相同的語言 1 1 JUST SENSE 好像真的 你超級的 最後一球勉強打 形成了一個杯球 哇 這一個位置就尷尬了 不過二壘手邱全霧一開始覺得是 外野手可以接 所以沒有全力往後退看看 對 但是他站了位置你好就不理想了 現在往後退應該也接不到 應該是來不及了 所以形成了一個中右望遠方向呢 巧妙的德州安打 這個球的弱點也是蠻巧妙 外野手也守得比較深了 所以根本也來不及過來 投手振偉先做一個牽制 目前他的用球數剛好來到五十個球 看看我們的外野佈陣 中外野非常的靠近左外野 右外野是以正常的手臂位置 左外野是稍微靠近線邊 所以面對右打的托雷多 這個附陣倒是 這個 蠻特殊的 對蠻特殊的 你看到這裡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中外野手跟右外野手之間 這個距離真的很遠 就這個球打成一個翻臉後方的界外球 托雷多呢在 預賽遭遇到中化隊的時候 有一個中外野的飛球 有一個游擊的滾地球 這個球又打到了三壘方向 三壘手接到之後 對角傳一雷 偏了一點 哎呀這個球露出來了 太擠了一點 不過也沒傳好 沒傳好 一壘手是擋了下來 原本是可以三出局的 現在是形成了兩出局一二六人 這個球三壘手王毅正接到之後 當然今天呢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場地的狀況其實也都對這些小球員 是比較大的考驗 對 只要在內野區稍微滾動了 那個球就會比較絲滑 而且草地也好 紅土也好 也都會比較鬆軟 所以這時候呢中化隊方面呢 是再度的 喊了一個暫停 下一棒的打者呢 是捕手 鋼薩雷斯 陳子洋覺得很累 不過也蠻辛苦的 這次的比賽頭補兩位了 曾偉恩、陳子洋兩個都很辛苦 沒錯 主戰投手兼主戰的捕手 幾乎都是輪流單缸 那昨天呢中化隊四強準決賽呢 這個陳子洋就是這個勝投 而且呢一個人是玩頭的全場 現在一二雷有人 五球 面對 剛薩雷斯 剛薩雷斯前一次啊 一個內角球 也蠻技巧性的閃躲 獲得了一個出身球的寶送 現在在二雷上呢是瓦加斯 一雷上是托雷多 兩隊今天呢 在這場冠軍戰各一次的失誤 這球投的其實也不錯 對 現在形成了一好球一壞球 那剛薩雷斯在 預賽對中化隊兩個打數沒有安打 也被出身球打到一次 那另外昨天對委內瑞拉也沒有安打 這個球偏外側 現在形成了一好球兩壞球 我壓在外角比較偏低的 要形成長打比較不容易 而且硬拉過來這個球也會 可以往游擊的方向形成滾低球比較多 哇 不過這個球呢還是偏外側形成了一好球三壞球 四局的下半 畫面上就是這一次呢中華代表隊的五種教練 蠻有耐性的 好球 打這沒有出吧 現在形成了兩好三壞 那剛才的這個失誤啊 當然讓古巴隊有繼續進攻的機會 另外就是讓曾偉恩呢必須要多投幾個球 對 現在來到兩好三壞兩出局一二雷有人 這一球打到了三球之間 游擊手攔截之後 穩住腳步傳一位 哇 游擊手 哇 對手臂的長傳真的非常的出色 也結束這個半局 古巴隊的攻勢 古巴目前1比3落後